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八月二十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的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的最新言论以及观点 他开通了个人账号 而这个个人推特账号经过几方确认的确属于他本人 今天他在个人推特上面发表文章说 我如何看待所谓的中美关系紧张 他介绍说媒体采访中对我提了这个问题 对当前紧张的中美关系怎么看 下面是我的基本思考 他写道我的回答是问题表面上看是两国关系 实质是人类民主自由制度与中共新极权主义制度的对抗博弈 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较量 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国家 捍卫人类文明秩序 保护人类和平生存 与新极权主义企图统治全球 摧毁人类文明秩序的殊死搏斗 中共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美贸易战军事对峙外交冲突打击中共盗窃美国的科技成果与保护知识产权等 都只是这种较量博弈在相关领域中的外在表现而已 因此所谓的修习底德陷阱是伪命题 是中国共产党掩饰与美国与中共较量的实质 是中共对世界和中国人民的谎言欺骗 因此将目前的美国与中共的博弈较量看作是中美两国关系紧张和陷入低谷 是眼界太窄 是看问题太狭隘 希望中美民间社会看透所谓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本性质 希望美国坚持这个斗争 大选后无论哪个党上台都能进一步联合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 共同与中共集权自我斗争 这是关系世界和平人类命运的大事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微信的一条消息 此前我们在华尔街网报节目中已经为大家介绍到 就是现在针对微信的禁令可能会网开一面 允许美国企业在中国继续使用微信 而彭博社随后发布了更加详尽的报道 文章引述知情人透露 在川普总统下令禁止微信两周后 政府正私下里寻求向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保证 他们仍然可以与微信应用在中国开展业务 熟悉讨论的人士表示 最近几天政府高级官员一直在与公司接触 他们意识到如果全面禁止中国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的这样的一款流行应用 可能会对美国的科技零售游戏电信还有其他行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苹果是可能因为微信禁令而损失最大的公司之一 因为中国占到其销售额的五分之一 苹果公司的制造业也有很大一部分以来中国 如果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报复行动 苹果公司可能会受到影响 作为中国最大公司之一的腾讯公司的发言人 没有回应制评请求 而苹果财政部白宫的代表均拒绝制评 现在政府仍在研究到底如何执行对该应用的部分禁令的技术性影响 有一个关键问题是白宫是否会允许苹果公司还有谷歌 在美国以外的全球应用商店中提供该应用 如果会在哪里提供这都是关键性的问题 其中一位人士表示政府的高级成员 正在就川普下令的禁令范围进行商议 总统最终可能会否决他们决定的任何事情 川普在十一月总统大选前三个月 正在升级与北京的斗争 并将疫情归咎于中国 除了川普对微信的禁令 以及禁止与中国流行的TikTok视频应用开展业务的相关命令外 政府还采取了其他行动向北京施压 这些措施包括对香港最高官员的制裁 以及建议美国证券交易所制定可能引发中国公司退市的新的规则 部分的微信禁令可能意味着 苹果等公司可以在其中国应用商店中提供微信 而星巴克公司等企业可以继续在中国通过该应用销售咖啡 或者是接受支付 其中两位人士表示 目的是禁止从美国应用商店下载或者是更新任何微信应用 知情人士表示 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 经济顾问库德罗 白宫法律顾问西波隆 还有副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在内的政府高层官员 在周二已经会面讨论微信禁令 在此之前川普在八月六日发布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人和公司从九月中旬开始与微信做生意 这在整个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公司中敲响了警钟 微信是在中国做生意和向那里的消费者销售产品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他们使用这款应用进行从购买咖啡到机票的各种交易 早些时候腾讯表示 川普的微信禁令可能不适用于中国境内的应用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最近几周美国公司还有他们的游说者都在全力以赴 向白宫和商务部的工作人员询问微信行政令的后勤和意图 美中商业委员会的主席则表示 我们正在与每一个愿意听我们说话的人交谈 该组织代表的公司包括沃尔玛和通用汽车公司 他说微信就像电一样 你在中国到处都在使用它 他们没有证实与政府的对话 但表示他们的集团一直在试图说明 对该命令进行扩张性解释可能会产生的弊端 这些人说提出的问题包括 命令是否会禁止在中国有业务的美国公司 或这些公司的中国子公司通过微信接受产品付款 这些人说游说者还希望更好的界定政府在命令下认为的交易到底是什么 这些人表示全美零售联合会还有代表百四百公司 塔吉特公司等公司的零售业领袖协会的代表都提出问题 并且进行游说 现在微信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消息应用之一 拥有超过十亿用户 禁止这款应用即使只在美国 也可能会关闭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个人通信 这也会扰乱那些依靠该应用开展跨境业务的国际公司的运营 如果商业界不能在中国使用微信 从广告到处理支付 这是让两个经济体脱钩的捷径 华盛顿新美国智库的研究员这样表示 他说关闭在美国使用微信的能力 将促使与中国同事和企业合作的美国人 模仿中国人用来接触外部互联网的复杂工作模式 甚至可能会创造美国版的长城防火墙 川普总统在八月六日的行政命令发布后 腾讯股价暴跌高达百分之十 抹去了接近三百五十亿美元的市值 因为投资者担心这家科技集团在美国的游戏业务 还有其他的商业利益将会受到威胁 腾讯持有游戏大量股份 拥有英雄联盟开发商 并且投资了Uber 第二天根据联邦文件 该公司在华盛顿聘请了第一位说客 前财政部的顾问钢萨雷斯 缩小金领范围对于苹果公司来说是一种解脱 其iPhone手机在中国的销售原本会受到重要的打击 公司的投资者还在担心 川普的命令可能会促使中国通过限制在中国制造来进行报复 而苹果公司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中国来进行制造的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最高贸易官员莱特希泽 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最新发表文章 他阐述了他对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畅想 该组织正面临着成立二十五年来最具挑战的时期 领导层的空缺还有核心职能几乎瘫痪 莱特希泽领导了重塑世界贸易组织的运动 他在华尔街日报周五的专栏文章中表示 各国应该用一个类似于商业仲裁的单一阶段程序 来取代已经失效的世贸组织上诉小组 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将世界贸易组织称为 是美国有史以来签署的最糟糕的贸易协议的对象组织 主要是因为他允许中国的中央计划体制 在全球经济中蓬勃发展与崇尚自由市场的国家来进行对抗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商业质讯的核心 是WTO解决政府以及所代表的公司之间不满的能力 莱特希泽说WTO应该特赦法庭以快速方式解决特定争端 而且裁决只适用于争端的各方 这篇文章代表了莱特希泽对各国如何修复WTO争端程序的最清晰解释 川普政府在十二月通过阻止这个总部设在日内瓦的组织的上诉机构的新任命人员 使其陷于瘫痪无法运作 莱特希泽的专栏文章批评WTO的上诉机构遏制了美国的贸易防御 并演变成被授权创造新的自由贸易普通法的高等法院 莱特希泽说我们的主要竞争者 比如中国发现他们可以利用上诉机构作为一把利剑和一把盾牌 成功挑战美国的贸易救济法 防止我们的市场被倾销或者被补贴的产品淹没 同时巧妙地利用这样的制度来逃避对其非市场行为的责任 WTO的改革无点计划 莱特希泽如此呼吁 制定适用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的基准关税税率 尽量减少例外情况 以解决政治敏感问题 避免自由贸易协定 但旨在促进相邻国家间区域一体化的协定除外 终止对经济大国或者先进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建立新规则 制止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扭曲 而前WTO的总干事在接受彭博电视时采访表示 他的继任者需要成为越来越多不同意见的催化剂 他说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环境下这一点尤其重要 这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世界 不仅是在贸易和经济方面 而且在地缘政治方面也是如此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